制政16年即公元1356年正月 徐授辉迁都汉阳 但徐授辉本人受丞相倪文郡操纵 须有地名 1356年10月 赵军用率军进攻淮安 斩杀元镇男王波罗普化 并占据淮安 1357年9月 正当红金军迅速壮大 士气日盛的时候 倪文郡却心存不轨 想要刺杀徐授辉夺取地位 他的阴谋被揭穿后 从汉阳逃到黄州 被陈有亮抓住并杀害 陈有亮因为立下大功 被任命为平章正式 并收编了倪文郡的部下 在张世成的威胁暂时解除后 朱元璋向南奋兵树路攻城掠地 先后攻克长兴 宁国 江阴 徽州 池州等大片区域 时间回到1356年9月 刘福通计划兵分三路北伐 刘福通派出李武 崔德率军为西路军 北伐攻打陕西 西路军首先攻克陕州 9月3日 西路军大败援军 沙参之正式树绿节 攻破天险同关 从此双方围绕着同关征战不休 9月5日 援军反攻 同关一手 9月19日 西路军败援朝同关守将 河南行省平章正式伯家奴 再夺同关 袁豫王再度来攻 红金军战败 同关又被援军夺去 陕州也被援军收复 西路军被困在同关与陕州之间 西路军孤军深入 打不起这样的消耗战 于是回军攻打陕州 查罕天末和李思奇率军持援陕州 准备吃掉这支孤军 处于劣势的西路军 北渡黄河攻取平路 安逸 但遭到查罕天末的大军追击 损失惨重 1357年2月 休整后的西路军绕过援军主力 自武关攻入陕西 破商州 夺战七盘山 近距蓝田 前锋直指坝上 禁逼陕西行省首府凤原路 西安首将王思成 一面组织抵抗 一面向查罕天末和李思奇求援 西路军被追进同关的查罕天末击败 李武和崔德帅西路军败走星远 1357年2月 毛贵率领东路军从淮安出发开始北伐 毛贵攻去海州 由于援兵来攻 毛贵便夺取海船 率军由海盗进军山东半岛 1357年2月27日 毛贵攻下交州 沙元朝千书密院时脱欢 3月12日攻下来州 杀元朝山东宣伟 赴使世加纳 26日攻占军事重镇一都 随即又攻占滋伯 毛贵率红金军越马扬鞭 奋勇冲杀 一路上所向披靡 元朝统治集团惊恐万壮 急忙调派江淮行书密院赴使 董团萧为山东宣伟时 出兵赌击毛贵 董团萧于是进兵济南 1357年6月 刘福通率中陆军攻打开封 守城的达氏巴都鲁再次战败 开封沦陷 达氏巴都鲁撤退到黄河北岸 不久悲愤而亡 1357年9月 刘福通派官先生等 朱将率中陆军北伐 中陆军越过太行山 攻入山西 他们连续攻占陵川 高平 陆州等地 威胁纪宁禄 元朝调关中的查罕天墨 率军支援纪宁禄 中陆军被击败 退入太行山休整 1357年10月 刘福通派遣白布县 大刀敖 李喜喜支援西陆军 西陆军随即攻占凤翔 查罕天墨与李思琪 从太原引兵驰援关中 西陆军再度战败 退入四川 不久后 这支红金军载入陕西 向西北攻取秦州 隆州 之后回市包围凤翔 在西陆军包围凤翔之前 查罕天墨先分兵入手凤翔城 然后引诱红金军围攻凤翔 红金军不知事迹 发重兵来围城 查罕天墨亲自率领铁骑 昼夜集尺200里 赴凤翔城外 分左右两翼包抄 城中援军开门而出 形成内外合击 红金军溃步成军 互相踩踏 数万人战死 浮世百余里 西陆红金军从此一蹶不振 李西起帅残步难去武昌 投靠了陈有亮 李武和崔德 则转战陕甘宁之间 一直苦撑到 治政21年5月 才向老对头李思琪投降 查罕天墨击败西陆军后 帅主立出同关 攻占了洛阳 1358年2月 毛贵率军攻打济南 董团销向北败退至南皮 毛贵随即攻占济南 在山东站稳了脚跟 龙凤政权随即设立 一都等处行中书省 以毛贵为平章 毛贵是当时龙凤政权中 难得的军政双优人才 通过他的苦心经营 山东成为红金军稳固的根据地 攻占济南后 毛贵继续北伐 进入河北 在南皮与原将董团销大战 董团销是当时元朝名将之一 在浙江与红金军的交战中建立了大功 此战中他亲自拔剑督战 被红金军乱枪刺死 毛贵军接连攻占青州 苍州 河间 并占据长卢镇 1358年3月 毛贵率东陆军水陆两路进攻 攻破济州 前军到达今北京通县境内的早林 柳林 杀死元淑密副使达国珍 距离元大都只剩120里的路程 元朝廷震动 元顺帝下诏各地秦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李宗盛